光有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一个循规蹈矩 一个冒冒失失 两人意外重逢 会擦出怎样的爱情火花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关于爱情的喜剧 《遇见玻璃》 2005年的美国纽约 这天是卢本的大喜之日 她与相恋四年之久的女友丽莎 终于结束爱情长跑 正式走入婚姻殿堂 伴郎珊迪是卢本死党 也是一名过气的喜剧演员 她自得的同时又不禁操心起卢本 婚姻可不是儿戏 好友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卢本却认为这些担心太过多余 卢本相信 只要彼此相爱 就能够按照规划中的蓝图一步步前行 她就会深爱丽莎 直到永远 丽莎是一名房屋中介 两人因租房相识 相爱 而如今结婚 卢本便贷款买下一栋大豪宅 只为给两人的未来一个支持 在卢本设想中 娶一名贤惠妻子 养育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 这一切都在她精心规划的路线之内 可人生不是轨道上的列车 永远不可能会循着既定路线 按部就班走下去 这时一个潜水教练走来向他们搭话 邀请二人一同体验水下探险 卢本一直活得谨小慎微 在日常生活中极力避免意外 于是她果断拒绝提议 离开前 卢本千叮咛 万嘱咐 要求教练替她好好照顾丽莎 而自己还要忙着布置酒店房间 给丽莎一点浪漫的小惊喜 她满心期待 幻想着丽莎见到她精心准备的惊喜时 会露出怎样的喜悦与感动 可令她远没有想到的是 教练口中的照顾居然是这个意思 传仓内异样的动静 令卢本心头渐渐涌上不安 眼前的一幕更是让她心碎 丽莎竟背叛了自己 这一发现如同晴天霹雳 让卢本的世界瞬间崩塌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可在壮破丑事后 卢本除了满腔怒火 什么也做不出来 她无力挽留丽莎的心 对于潜水教练也只敢立声呵斥几句 这番窝纳模样落在丽莎眼中 让她在心慌之余 还有几分不屑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卢本提前结束蜜月假期 回到公司后 周围人纷纷对她投来目光 有戏谑 有探究 有同情 这些复杂目光让卢本倍感压力 心中既不舒服 又难以发现 可生活不会因为婚姻的变故而停滞 卢本作为公司杰出的风险分析师 在这心烦意乱之际 上次又派给她一项艰巨任务 为一个名叫利伦的人 做投保风险评估 她是知名企业家 但迟迟没能顺利投保 原因在于 利伦热衷于极限项目 高空跳伞 深海游游 这些游走于死亡边缘的爱好 让她的投保十分困难 卢本总觉得 自己正被一团棉花反复捶打 尽管不会对肉体上造成伤害 但那种被一大团烦心事拖累的感觉 还是让她疲惫不堪 卢本又忍不住去看了那栋房子 本来一切顺利的话 下个月 她就会同妻子一起搬进这间宽敞洋房 在那里好好经营属于自己的小家 而不是现如今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路灯下 忍受路过的警察对自己的嬉笑 乘着夜色 对已失去的未来默默哀悼 卢本回家后 还是忍不住反复观看婚礼现场的VCR 似乎就能重温梦想中的生活 这几年之间 她所有的奋斗目标都是围绕爱人和未来的家庭 但是一瞬间所有希望全部破灭 她不明白 明明丽莎那时还是那么深爱着自己 为何真心会转瞬其事 然而珊迪一眼便抓住问题症结所在 丽莎其实根本就不爱卢本 她作为一名演员 长期琢磨表演的技巧 很容易就看出来谁是真心 谁是演戏 画面定格在卢本告白的那一帧 丽莎一闪而过的前雾 被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屏幕上 那表情不似作假 深深刺痛了卢本脆弱的心脏 一口气愈结愈心 咽不下去又透不出来 折磨得卢本几近崩溃 她无法苟同这种游戏人间的爱情观 她才不要当浪当子 她只想结婚 只想踏踏实实过安稳日子 为了帮助好友尽快走出阴霾 山提特意带卢本去参加一个艺术展 卢本却未曾想 在此地意外邂逅曾经的高中同学 伯利 他们简单寒暄这些年的生活 为使神差下 卢本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 望着对方笑咽如花的面容 她只觉浑身被一股暖融融的水流包裹 冲刷掉连日的郁闷 博利在展会上做服务生 她还需继续服务其他宾客 二人便匆匆告别 与博利的偶然相遇 重燃了卢本心中关于爱情的火苗 那一双名谋善赖 萦绕在心头 久久不能挥散 她只觉自己已经走出伤痛 迫切想要与对方约会 山迪却认为两人并不合适 卢本与博利自高中一别 已多年未见 他们根本不了解对方 好友不能仅凭一面之缘 就认定博利是未来伴侣 山迪不愿卢本再受伤害 对于这番忠告 卢本置若亡闻 她受够前几天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了 卢本只当博利是射进阴雨世界的一束阳光 只想紧紧握住 不愿松手 但真当要主动出击 约博利一起吃饭时 她又紧张起来 万一她不答应自己怎么办 万一她不喜欢自己呢 万一 万一 于是在话筒里传来博利的声音时 卢本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那只小小手机在此刻成了个烫手山羽 因为她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而铃声犹如一道道孙命符 仍在滋滋不倦打来 吓得卢本直接打亮了留声机 然而一只傻站在原地 关系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 卢本自来想去 终于鼓起勇气 走上街头 悄悄跟在博利身后 在她准备开锁回家时 制造了一场早有预谋的偶遇 相较于卢本的紧张 博利的神态显然放松许多 她很高兴能与老同学再次相遇 这或许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于是在听到卢本的邀约后 博利欣然同意 但很快又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她过惯了散漫的日子 日程常常被一大堆 有的没的活动塞满 不知道今晚是否能如约碰面 她并不介意等待 便主动递出名片 与博利约定 一旦确定时间就可以打给自己 既然已经成功迈出第一步 小心观察到博利没有任何反感后 卢本便已心满意足 日子还长 以后的路可以慢慢来 卢本近日的工作中心 便是深入了解 立伦日常活动轨迹 好帮她评估风险 出去报告书 卢本有一款风险评估软件 只要输入对方做的事情 系统便会自动生成风险系数 令她万分无奈的是 电话接通后 应答的居然是立伦的秘书 至于她本人 前不久在海里与大白沙共有 被不慎咬伤 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卢本顿时觉得棘手无比 立伦如此罔顾性命 自己又该如何帮她成功投保呢 这时 博利打了电话 约她明晚吃饭 卢本本来为工作烦恼的心 瞬间变得平和喜悦起来 可博利在下一秒又转变画风 推托自己仍不确定行程 脚的卢本一头污水 不是刚确定的时间 怎么又犹豫起来 博利是在害怕什么吗 终于 在反复拨打了七次电话后 博利终于敲定吃饭时间 尽管已经有了恋爱经历 但一想到对方是博利 卢本还是忍不住紧张起来 他特意跑来寻求山迪的意见 而此时 山迪正忙着排练话剧 他在剧里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可山迪自视甚高 毕竟自己参演过电视剧 去尊于贵来参演一个小小话剧 已是给足了众人面子 因此不顾导演调度 执意讲走主角戏份 山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留台上台下 以众人的无奈 终于等到排练结束 卢本询问起山迪约会注意事项 而山迪在得知餐馆竟由玻璃挑选时 不由为好友徒增几分担忧 卢本的肠胃有毛病 除了日常固定的那几道菜肴外 他并不能随便吃东西 要是约会途中拉肚子 好友的面子又该往哪里放 卢本却认为 这不过是启人忧天 喜悦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 一想起即将到来的约会 卢本便直觉飘飘欲仙 更何况 那家餐馆名叫阿拉 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地方 然而等到约会当晚 卢本便傻了眼 极具抑郁风景的音乐 充斥着耳膜 吃饭的方式竟然是徒手抓去 这竟然是一家中东餐厅 可为了能顺利约会 卢本有再多的不适 都只得强人 与循规蹈矩的卢本不同 博利这些年居无定所 一直辗转于世界各地 伊斯坦堡 斯利兰卡 波特兰 对他而言 学会安稳 是件很不可理喻的事情 四处走走 才是他的人生准则 他们讨论起对于婚姻的看法 博利表示自己不喜欢长期的承诺 卢本下意识以为 波利与自己一样受过情杀 殊不知 这其实是性格使然 波利向往自由 向往漫无边际的人生 可渐渐的 那道声音却在脑海中 越来越远 卢本发誓 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辣 这么不讲卫生的餐厅 大脑在逼迫自己必须留下 而翻腾的肠胃 却在不断催促他 尽快离开 汗水浸湿了衣衫 卢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波利也终于从喋喋不休中 回过神来 注意到卢本的异样 便匆匆结束了约会 刚刚的交谈还算畅快 波利也很清楚 卢本其实与自己不是一路人 但这并不妨碍波利 想与卢本做好朋友 于是邀请卢本 去家中小做片刻 而卢本憋了一路的货 终于在波利家的厕所 得到尽情释放 他又十分好面子 担心肚子闹出的声音会尴尬 便拧开浴缸里的热水龙头 借着哗哗水声掩盖动静 然而祸不单行 纸巾竟在此时用完 用来处理的手巾又堵住了马头 急得卢本在厕所里团团乱转 却也无法阻止那渐渐溢出的水 而门外等待的玻璃 早在门缝冒出热气时 就感到不对劲 见到水流一地 编载也安耐不住疑惑 直接推门而入 却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一幕 空气瞬间凝滞 而人面面相去 设想中的美好约会 就这样以狼狈收查 卢本自知眉脸在与玻璃见面 索性将歉意 一股脑说给了对方的语音信箱 随后便全身心投入进工作中 卢本跟着力伦一路来到顶楼 他很好奇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天天都要冒什么险 在他震撼的眼神中 力伦露出一身降露伞装置 卢本根本不敢想象 这世界上竟还有把性命当儿戏的人 力伦可是刚从医院出来 此刻居然又要玩起顶点跳赛 而卢本还来不及阻拦 力伦便纵身一跃而下 不出意外 他又受伤了 开散时机没把握好 力伦摔断了尾锥 面对如此固执的人 卢本一时也有些懵了 总是这样受伤 哪家保险敢偷保 我的工作究竟还能顺利完成吗 但是也有好消息 原来波利听到了那些留言后 为这样真诚的卢本所感动 便决定忘记那些窘迫的过去 重新开始认识彼此 卢本心中的不悦瞬间一字而空 他们约在一家印度餐厅 未曾想竟意外撞见卢本的父母 母亲惊讶于帕拉的儿子 竟然会来吃印度菜 转而又提起了丽莎的近况 波利自然很好奇丽莎是谁 于是卢本隐瞒已久的秘密 终于得见天日 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被出轨 更何况是在心仪的对象面前 这些日子里 他受够了那些探寻与同情的目光 卢本很害怕 他害怕波利看不起自己 也害怕在心爱的人眼中 再次看到那同情怜悯的目光 结果波利在得知他其实已经结婚后 并未生气 反而担心起卢本状况 怀中温热的触感 令卢本一阵恍惚 这不是同情 这只是一股最真挚的情感 波利在痛他所痛 原本那些纷乱的心绪 统统消失不见 经过这次交流后 波利与卢本的关系突飞猛进 于是波利主动邀请卢本 今晚在卧街37号见面 能与波利待在一起 卢本求之不得 哪知波利要带他去的地方 竟是一家地下舞厅 舞池里人潮涌动 昏暗灯光下 男男女女随着音乐节拍 尽情扭动着身躯 卢本一时有些无作 他一直都是个乖乖男 可从不会跳舞 于是在接二连三踩到波利角后 卢本心中的歉意越发浓烈 他懊恼自己的笨拙 更担心自己的失误 会影响到波利心情 于是在波利好友阿薇 向波利发出跳舞邀请时 卢本便自觉退出 然而望着那紧紧相依的二人 他的心中五味杂枕 可又能如何呢 他邀请我跳舞 我笨手笨脚 他和别人跳舞 我却心有不甘 卢本此刻只想逃离 这难堪的地方 波利察觉出卢本的不愿 便追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卢本从未向波利探成过内心 情急之下便全数招来 话语间 他的自卑 他的敏感 他的小心翼翼 全部摊开在波利面前 并波利心头大臣 他游戏人间十几载 第一次遇见如此真诚到 有些笨拙的男人 我认为你不完全活着你的生活 我做的一种不同 对 非常棒 但我将来不会再做一种垂直的舞者 我没有用到我的手 我真的喜欢你 但我真的不认为这会成功 波利主动闻上卢本 天雷勾动地火 他们一起回家 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次日波利来到卢本家中 面对床铺上百列整齐的枕头 感到十分疑惑 这些东西不仅用不到 每天还要花费时间 重新收到柜子里 不嫌麻烦吗 而在得知 这些都是出于丽莎的喜好后 波利果断去厨房拿来一把餐刀 不顾卢本的惊呼 干脆利落划开枕头 他鼓励卢本也一起尝试 刀刃破开布面 露出里面的鹅绒 在这个过程中 卢本竟发觉有一丝爽感 充盈心头 自己每天都在床上收放靠枕 循着既定的规矩 从不曾偏航 那些纷飞的鹅毛在眼前飘荡 卢本精觉 自己在这日复一日的机械活动里 不知已浪费多少时光 错过多少瞬间的美好 是波利的出现 更改了航线 让他找到了新的可能 卢本压抑许久的苦闷 也终于得以释放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卢本自认为与波利关系不一般 自己也终于有了立场 去警告阿威 不要再找波利跳舞 阿威闻言 却哭笑不得 他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 男朋友此时正在台上的乐队演出 卢本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自是被银针扎破 瞬间写了记 不过他也终于放下心来 考虑到波利热爱跳舞 卢本便主动迈出改变步伐 拜托阿威教自己跳舞 毕竟他十分渴望能够与波利并肩 成为他心中最合适的舞伴 人往往容易被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吸引 经过越来越频繁的相处 卢本发现 波利果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他会用断织男孩做开头 写一篇童话故事 在看到自己与利伦的分析时 却认为定点跳伞 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自己与他看世界的目光 截然不同 但卢本就是为这样的玻璃愈发倾倒 尽管他带来的快餐 还是使自己的肠胃无法接受 这天利伦主动邀请他一起打回力球 听起来是一项无害运动 实则坐在密闭空间里 猛然挥动球开 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 卢本一边躲避杀来的小球 一边诚恳哀求利伦 能否更改这样的生活方式 否则真的很难成功偷保 利伦吐出带血的牙齿 不以为意向道 卢本之所以劝自己放弃集权运动 无非是对自己不信任 利伦便邀请卢本 月底一起出海 参加死神航海比赛 他想让卢本亲眼看看 自己到底有多么重视安全 晚上在酒吧约会时 卢本和玻璃提起月底出海的计划 玻璃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最喜欢冒险了 如果能够一同前往 自己该有多么幸福 卢本却在这时紧紧赚住玻璃伸向坚果的手 酒吧里的坚果不知被多少人摸过 这根本就不卫生 出于安全起见 玻璃不该吃这种东西 可卢本的苦口婆心 落在玻璃眼中全是废话 他想吃就吃 没人能管得着 对于玻璃的认性 卢本一时有些无奈 不过或许就是这样的玻璃 才让自己深深着迷吧 卢本将坚果的事情抛至囊后 眼下最重要的是与玻璃共舞 他苦心练习这么久 为的就是向玻璃证明自己 他也能够激情热舞 他也能够为爱痴狂 舞池里的人自觉为卢本流出场地 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 卢本随着节拍尽情释放 而玻璃看着眼前那笨拙 却卖力的男人 心头涌上无限感动 二人之间的情谊也跟随着旋律跃动 逐渐攀上顶峰 卢本跳了这辈子最寒长淋漓的一段舞蹈 他紧紧抓住爱人的手 准备回家再续爱意 刚推门 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竟映入眼帘 那正是已经与潜水教练私奔的丽莎 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得卢本手足无作 而玻璃本沉浸在两人的关系中 是丽莎的出现让他惊觉 卢本其实还未离婚 自己根本没有立场与他在一起 他站在客厅里 一时有些无地自容 便不顾卢本阻拦 执意离开 对于丽莎的突然出现 卢本感到心乱如满 他好不容易重振旗鼓 开始了新生活 有了一段新恋爱 为什么丽莎要打破这片平静呢 无论对方再后悔 那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你真的会跟她活着最后的生命吗 因为我和你一起做这个 卢本根本不想管丽莎是否还爱着自己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他铁了心要与丽莎断绝关系 丽莎也只得伤心离开 谁知第二天 丽莎送来一份纪念品 那是两人初始的见证 也是爱情的起点 卢本那天离去的背影始终在心头浮现 给他打去电话 卢本也不愿再接听 卢本只觉自己又回到最初的那段日子 浑浑噩噩 不知所谓 一边是悔过自欣 愿意与自己白头偕老的丽莎 另一边是自由散漫 不愿被婚姻束缚的卢本 卢本想要一个家 可是又深爱着卢本 整个人被两股力量不断撕扯着 情急之下 他竟用软件分别评估两人风险 结果显示 玻璃风险极低 对于这个答案 卢本十分满意 殊不知 此举却悄悄埋下祸根 卢本再三保证 自己不会与丽莎复合 玻璃便也将心将疑 答应周末一同出海 毕竟就这样匆忙结束关系 玻璃心中也十分不舍 在利伦的口中 今天本是一个风平浪静 适合出海的好时候 结果天气瞬息万变 整座小船在巨大浪花里 起伏飘摇 卢本便躲进船舱内 忐忑排练起 一会正式告白的台词 另一边的玻璃却在此时 意外发现了那份 关于自己的风险评估报告 自从丽莎回来后 她本就对卢本的真心有所疑惑 而这张轻飘飘的分析报告 更是犹如一个巴掌 狠狠甩在了脸上 打得她终于清醒 什么真情 全是假意 自己与卢本的关系 居然还要靠冰冷的数学分析 才能够维持 未免太过悲哀 父亲的出轨已对她造成巨大伤害 玻璃绝不允许 自己还沉浸在虚无缥缈的感情中 她不顾卢本挽留 执意要斩断这段感情 回到家中 卢本就再也联系不上玻璃 她自觉该给对方留出一个冷静的空间 便决定先看完山迪演出 第二天再去玻璃家中 找她好好聊聊 没曾想 玻璃的好友阿威竟也出现在现场 她告诉卢本 那样就太迟了 自己刚与玻璃告别 她两小时后就会离开纽约 卢本文言心乱如骂 她不知道自己的分析报告 竟然有如此大的伤害 她渴望爱情 却总是被爱情玩弄得体无完肤 或许自己就不配拥有真爱吧 她心中甚至萌生出些许退意 亦是不知该如何处理两人关系 卢本精神恍惚 与丽莎坐在一起 这时舞台却横生遍布 山迪居然还对自己的演员光环 念念不忘 执意要做男主 精心排练数个月的话剧 瞬间有文化剧 结束后 卢本君后台看望山迪 她的父亲竟也一同出现在此 父亲毫无保留地揭开了山迪的遮羞布 他不是什么大明星 只不过是在一部烂片里 出演了一个极其无名的配角 就从此自视甚高 如今更是毁掉无数人的成果 这番话如同当头望鹤 敲醒了山迪 也让卢本心头大振 是啊 正如老爸所言 一味道安不就班 虽不出错 却会错过沿途的许多美景 我半辈子兢兢业业 诚恳生活工作 换来的却是爱人出轨 它是不对 可我自己身上展现给对方的无趣 或许也是关系中自己的一个致命错误 后来遇到了玻璃 她的观念说实话 起初无法接受 可是她的真诚 她对于生活的热爱 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开心和精彩 生活是无趣的 可是无趣中也要有一些瞬间的精彩 卢本当即下定决心 与丽莎划清界限 至此结束伟大补调的婚姻关系 自己真正想要共度一生的 其实是玻璃 她不接受婚姻也没关系 只要是玻璃 那就足够了 至于即将召开的利伦投网会议 卢本便拜托山迪替自己出面 毕竟稿子都在这里 她又是个演员 总能护住保险公司的负责人 山迪不负所托 她一开始虽然紧张 但还是展现了自己的气势 冰冷的数据无法构建一个人 利伦痴迷于极限运动 却依旧活到这把年纪 不正是侧面证明 其实很安全吗 保险公司负责人被说服 终于同意利伦投网 卢本穿梭在大街小巷 拼尽全力 却还是慢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玻璃离开 正当她灰心失落之际 门后传来的微弱叫声 吸引了她的注意 那居然是玻璃的爱宠血雕 卢本心头瞬间燃起微弱火苗 果不其然 不一会儿玻璃便出现在眼前 卢本苦苦挽留 却换不回玻璃离去的步伐 在她看来 卢本过于传统保守 她呆板不知变头 坚信数据能够分析透一个人 便是最好的证明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只会折磨鼻子 玻璃看不到未来 而在与玻璃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卢本其实做出了巨大改变 自己与他有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 但卢本却熬了过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改变 卢本故意捡起掉在地上的坚果 放进嘴中 她的这番告白震撼了玻璃 她看着那个笨拙的卢本 心头涌起无限震撼 是啊 如果自己现在就走 错过了这样一个真挚的男人 真的是她想要的吗 虽然她还是无法对未来做出承诺 但是此时此刻 拥有彼此便足够了 不是吗 《遇见玻璃》是一部上映于 2005年的爱情喜剧片 主要讲述生活规律的风险分析出卢本 遇见一个与自己性格迥异的女孩 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并坠入爱河的故事 一个是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的男人 她的生活如同钟表一般精准无误 每一部都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一个是漂泊不定 自由散漫的女人 她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 和生活的多在 与卢本那种一重不变的生活态度 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二人截然不同的三观 最终却能够顺利走到一起 主要得益于一段感情中的互相体谅 影片篇幅不长 用短短一个小时 讲述很多情侣在交往时 都会遇见的问题 磨合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也没有完全匹配的锁和钥匙 如今很多人告诉我自己的择偶标准 第一条就是三观相符合 问其原因 他们说这是生活下去的基础 因为一致 所以不吵架 不争执 生活才能轻松 才能惬意 才能你什么都不说 我就能懂你 可是回头看这一部 近二十年前的电影 在如今的人眼中 多少有些浪漫和虚幻了 没有这样的人 也没有这样的感情 电影都是假的 我们的生活或许没有电影精彩 但是人生和生活的无常 让谁又能保证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定就没有精彩和惊喜呢 说到底 不过于改变自己四个字罢了 你是否会为了爱的人改变自己 而你爱的人 是否会感知你所做的一切改变 从而更加爱你 更加心疼你 更加懂你呢 大家觉得 如今的社会节奏下 你还会为另一个人 去主动改变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答案和看法 或者分享你们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见